台湾在一群有心人的努力之下 有越来越多小农 他们踏实耕作提供好食材 像我爱你学田市集 他们就是从土地出发 为都市人还有小农迁起了交集 中午时间一个娇小身影 在厨房助理她是刘昭仪 同时也是前立委罗文佳的妻子 调味好的绞肉放进去地的香菇盖 这道香菇香肉 让刘昭仪忍不住一边做一边夸 她说这一批香菇长得好 迅钙大而且厚实 蒸过之后一定水分充足 最重要的香菇可是自家出产 刘昭仪做起便当菜 信手拈来 因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亲手做羹汤 是一件再加长不过的事 脸书上三不五时看得到成果 有人问她 刘昭仪你做的便当好吃吗 她仔细思量 与其自己卖瓜 不如邀请大家来吃吃看 因此起心动念办了便当趴 地点选在2014年成租的 我爱你学田市集 隔壁就是水牛书店 台北水牛开之前 我们是在桃园新屋 也就是我先生龙家 他的故乡 在那边开第一家水牛书店 那因为那边是非盈利性质 我们主要是给二手书 让小朋友可以去看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在那边交换书 后来接着就想要在台北 开一个盈利性质的书店 可以支持我们在乡下 做这样子的事情 新屋乡下的有农友 他们就跟我们讲说 他最近种了一批地瓜 品质很好 他自己很有信心 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在书店门口帮他卖 结果他就给我送来150斤的地瓜 把我快要吓死了 可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是这150斤的地瓜在两天就卖掉了 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六十几个我们附近的农友 他们不是以种菜为业 他们只是种菜自己吃 他们就提供他们多余的菜 然后我们就拿来台北卖 从书店到微型市集 一切是这么的顺理成章 和我爱你学田配合的农友 三分之二都是产地轻松 采访时恰巧就遇到来自复兴乡的邱荣汉与徐伟成 文青又带点不羁的打扮 不说是农夫还真看不出来 我们都是以当季的蔬菜为主 那当初他们会选我们 就是作为供应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整个栽培的方式 还有我们有固定就送到台北市 从产地直接送上来 所以像今天的菜很多都是早上献采的 我觉得有这样子更多 包含台北桃园 其实更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通路的时候 其实能够更支持小农去做 更多一些好吃的蔬菜给 健康蔬菜给消费者 刘昭仪的学田市集 就像一个农业桃花园 友善耕种 无独栽培 他们提供农友通路 农友提供好食材 与水互助 只是难免还会遇到滞销产品 为了不浪费资源 刘昭仪在市集里又规划了餐厅 热腾腾出炉的烤食书 没有天花乱坠的香料 只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根筋类 当季的结瓜 茄子 彩椒 洋葱 淋上橄榄油 黑胡椒 烤熟之后满口都是蔬菜原味 你可能已经忘记 很简单的烤地瓜吃起来什么味道 或是结瓜只是简单的烤一下 煎一下是什么味道 所以它会吃到很原味 然后搭配上面的这些香草 你会就是你同时会闻到 这些新鲜香草的香气 然后吃下去你也会觉得 就是它会有互相搭配的效果 料理经验丰富的苏彦璋在餐厅坐镇 秉持做菜精神就是土地的原则 发挥台湾本土食材特色 让食材说话 回到很原始的东西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自己做 我们面包自己做 我们香肠自己灌 对啊 我们由自己练 对 就是我们能够 从自己手中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自己做 就是一次回归到很原始 在餐饮界这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体验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不缺一个 大型的连锁的企业 对 台湾缺小的 然后很愿意花时间去做 然后可以把这种传统的工艺 再找回来的这种店 《我爱你学田市集》 是一个复合式平台 让台湾小农和台湾主厨 有了挥洒空间 同时它也是一个工艺的平台 刘昭仪号召各界名人 担任便当趴主厨 总统蔡英文 作家詹洪志 和导演柯一正都曾共享盛举 便当收益全数捐助弱势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从 土地的种植开始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忘记 这个原本的初心 那我们也继续在不同的地方 开始种植我们想要种植的东西 原本我们是在桃园新屋乡下 那现在接下来下个阶段 我们会在山上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山上开始种植 我们需要的一些农作物 然后未来我们会希望 可以在山上有一个户外学校 可以让都市的孩子 只要有机会 有假期 就到山上去学习 谢甲归田的罗文佳和刘昭仪 放下庸禄都市生活 回到淳朴乡下 再把乡野的原始引流入繁华 一步一脚印虽然辛苦 但踏实地叫人心安理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 期望是友善耕作 无毒栽培后患得的甜美果实 谢谢收看 迎在地球城 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